他不光是能弹钢琴能玩游戏 他这双脚还能打字呢 而且已经两次打破了世界 吉尼斯基录 来看一下 你看上面写的是 刘伟先生你好 由于你的脚很厉害 我还怎么没瞧出来 能打字 所以我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 在18号这天 给你2009美元 虽然说不认识 但我估计这是真的 正大综艺 怎么得到的吉尼斯的纪录 最先开始是一个 就是中国的一个世界吉尼斯纪录 一分钟打了231个字符 一脚 哎呦这反正我追不上 我这一指缠斗都干不到 我这一脚下的键盘就坏了 但是踩上了 只要功夫身铁杵磨成针 刘伟真是给我们一种 坚韧不拔的精神 他身上让我最为欣赏的就是 他很喜欢听相声 对 就是我最近看您可能是黑了点 我最近拍戏才晒的 他们让我跟这跑 我看地上容易扎脚 听我们相声听了多少年了 我想想从您刚出来就开始听 那是1973年 00607的时候我没记错的话 00607的时候就听我们 那听得挺早的了 好像刘伟还能说上一两段相声 我说的肯定不行 你客气了 今天刘伟来到现场了 我觉得是个好机会 给我们说说相声 明年咱们维也纳的黄色金色大兄 我跟这说 鸡色大兄 他俩就能干一专场是吧 不 身边的这帮人都瞧不起我 哦 我是一个自尊心非常非常强的人 是啊 那我得鲜眉鲜眉啊 那怎么鲜眉呢 我们家门口有一个月室茶餐厅 咱们有钱人都上那吃早点 我也得去啊 你也要去 我凭什么就让炒干给打破了 但是不行 大步走进去 先拍100块钱 来份早点 100块钱的早点 人家说什么了 先生我们这不卖半份的 太伤我自尊了 确实是 不行啊 修理不得劲啊 咋办呢 得 我中午还得去 还去啊 还坐那地儿 嗯 还找那服务员 你看看 我得问他呀 说 我来一二尺长的龙虾 问问有二尺长的龙虾没有 然后服务员说 得 我给您看眼睛 您稍等 不再一会儿回来了 先生我们这儿有 哦 有 行 那来 但是我们这是二尺二长的 哦 什么破饭店 连个龙虾都没有 啊 二尺长的都没有 嗯 好吧 那给我来盆土豆丝 书江 我这个口气可能 这就不容易 今天刘伟来了 我特别的高兴 以后您有参加德语社的计划吗 您收吗 您收我就去 行嘞 其实平时没事 可以练练绕口令什么的 你会说绕口令吗 不太会 不要紧的 我们这有比你还不如的 大脑袋 绕口令啊 太简单了 说呀 打南边来了喇门 手里滴了五斤喇门 打北边来了个哑巴 腰里别着喇门 滴了喇门喇门 要拿喇门换 腰里别着哑巴喇门 腰里别喇门 哑巴 不愿意拿喇门换 滴了喇门 喇门 滴了喇门 喇门 急了 拿喇门打了 腰里别喇门 哑巴 一趟喇门 别喇门 哑巴 要急了 拿喇门还滴了 踏了喇门 喇门 一喇门 也不知 是滴的塔摩喇叭 拿塔摩打来腰肢 别喇叭哑巴 一喇叭 还是别喇叭哑巴 打喇叭 还滴的塔摩喇叭 滴的塔摩喇叭 炖喇叭 别塔摩喇叭 滴的喇叭 吹喇叭 哦 你觉得他说的怎么样 太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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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个短的吧 门后吊刀 刀倒吊着 我没听清楚 再说一遍不一定一样 好说的吧 变包的棍 比骨 包的棍 这也不行 我听那个 吃葡萄不土葡萄皮 不吃葡萄倒土葡萄皮 这可难 这一定吗 吃葡萄不土葡萄皮 不吃葡萄倒土葡萄皮 这连着说十遍才会成功 我今儿吃药了 吃苹果不土 苹果盆 地什么都吃什么是吧 谢谢刘伟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从我跟刘伟聊天 让我们体会到刘伟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希望以后人生道路越走越精彩 谢谢